当刀狼时隔多年再次出现在舞台上的时候 大家最期待的就是他和昔日爱图云朵 一起给大家一种梦回过去的感觉 只不过出现在舞台上的这个人最后却变成了徐子瑶 刚开始一些不明所以的人还在为他打抱不平 觉得昔日师傅对他的重视程度已经大不如从前了 还有人觉得肯定是徐子瑶的背后有什么人脉 才让他把属于云朵的机会给夺走了 直到后来大家才发现 事情似乎并没有表面上的那么简单 原因也可能出在云朵的身上 很快心疼他的声音就直接变成了辱骂 为了避免自己再次被攻击 他也采取了危机攻关 可惜从一开始他就踩中了三大雷曲 很难翻转舆论 不帮师傅转头敌人 2014年刀狼身边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也正是这些事情 给一个草根歌手带来的打击实在太大了 意识到自己终究不是资本的对手之后 他选择用一种方式来回应 退出歌坛一段时间 虽说表面上他有所退出 但他仍然在追寻着自己热爱的音乐 一直在为接下来的重新出现做准备 华语乐坛的某些歌手看到自己打压的目标实现后 也不再把他放在自己的眼中 这么多年 他们就如同没事人一样 这些人的生活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 但对当事人刀狼就不一样了 自己只是想追求热爱的音乐 结果竟然遇到了这么多懒路虎 在危险爆发之后 身边陪伴自己的人也屈指可数 哪怕是昔日的爱徒 甚至都把相关的版权卖到了那英姐姐的公司 真不知道他在这个时间点做出这件事情 有没有考虑过接下来师傅会遭受怎样的被动 不过两人刚开始并没有把这件事情说出来 以至于很多人都觉得两人之间还是师徒关系 这也是为什么这次刀狼在重新出现江湖之后 大家仍然会提到云朵的原因了 他接下来所做的事情 也让很多的人觉得颇有心机 因为面对全网的欢呼 他不仅没有给出任何回应 表示自己和刀狼之间没有了任何的关系 甚至还抓紧时间开了一场属于自己的演唱会 估计是觉得刀狼的重新出现 也能让自己吃上一定的流量 只不过在他开完演唱会之后 相关的真相也浮出了水面 因为刀狼的声明出现了 直接就告诉全网观众 自己和他之间的关系 早在2014年的时候就解除了 直到这时 大家才明白 他还真是一个不简单的女人 明明都已经没有任何关系 却在师傅开演唱会的时候 他竟然也举办了自己的演唱会 这真的很难让人不多想 刚开始还有一些资本觉得这段时间 他的热度是比较大的 所以也想要把他喊到自己赞助的音乐节去开演唱会 觉得云朵的到来能够让热度变得更高 毕竟他的声音确实很独特 结果网上的观众在得知他竟然要去的时候 立马就对主办方进行了好言相劝 让他们千万不要做出这样的事 否则接下来他们所制造的酒就没有人愿意买单了 看到事情越闹越大之后 接下来等待他的就是被全网疯狂嘲笑了 毕竟太原地区的这场演唱会 他宣传视频都已经发了出来 结果没有去到现场 这换水都会感到尴尬 对于云朵为什么变成这副模样 也和他当时所做的一些事情有着莫大的关系 装看不见 虚情假意 如果说没有被音乐圈中的某一些资本给打压的话 现在的刀狼再次出现在大众面前 肯定不可能直接涂绑了 那时候他的音乐受到了全网的关注 尤其是在2004年的时候 他的那一首2002年的第一场雪 那真的是让全网都直接欢呼了起来 虽说获得了这些观众的认可 但主流的音乐家却始终觉得 他的这些音乐是不入流的 其实哪怕是现在都仍然有人对他的音乐不满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丁泰生了 他每次在听到刀狼所唱的音乐时都会站出来点评 但也很多人觉得他的名气压根就没有刀狼那么大 更别说想要对这一些歌曲进点评了 对于一个音乐家所唱的音乐究竟怎样 其实从全网观众的评价就可以看出来 现在大家听到他所唱的这些歌曲时 都对他进行夸赞 而且在开演唱会的时候 现场的人流量也真的是让其他的歌手一个个都羡慕不已 当年那些诋毁过刀狼的歌手 现在的发展反而和他没有可比性了 比如说汪峰 当年这件事情本来和他没有任何关系 或许是想要让自己也成为主流音乐当中的一员 所以也对他的音乐进行了评价 而且声音还是负面的 但对于他的音乐实力 从他开演唱会就得知 很多的黄牛都表示自己之后再也不会提前高价买他的票了 因为想要低价卖出去都没有人愿意买单 而刀狼的票压根就没有给黄牛任何机会 观众直接购买一空 他在开演唱会的时候也从来就不服演对待 演唱会时间定的有多久 他就几乎不会给自己任何的休息机会 几乎都是一直唱下去的 从这也可以看出 他对观众究竟有多么重视了 一个如此重情重义的人 在过去却惨遭身边这些人计二连三的背叛 这也让很多人觉得他经历的实在是太多了 也正是因为刀狼的口碑非常不错 大家才会把注意力放在云朵的身上 毕竟在昔日的师傅重出江湖的时候 他却没有任何的表态 就连社交账号都没有为师傅庆祝 在刀狼演唱会需要做宣传的时候 他也仍然是一副不知情的模样 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 难道说他真的不知道吗 后来有人发现 他或许只是在故意装作不知道罢了 因为这时候的云朵还一直在更新自己的社交动态 这也让很多人觉得他实在是太过于没情没意了 如果当年刀狼没有出现在他的世界里 对他的音乐水平进行全方面专业的指导 他又怎么可能推出这么多的歌曲 说来说去全是自己 自私的公关宣言 就在前段时间 他也开启了自己的演唱会 时间还和刀狼的非常的凑巧 这也不禁让人好奇 他是不是想抢走刀狼的热度 在演唱会现场 他又开始反复地提到对方的名字 这也让很多真正喜欢刀狼的粉丝 觉得他实在是太过于虚假了 毕竟之前在他退出江湖这么多年里 他从来没有主动提到过自己和他的关系 结果在他现在开启演唱会的时候 他又开始多次提到两人昔日的师徒关系 面对两人现在的真实关系 他多次在舞台上表示 不管是什么时候 他都会把刀狼一直当成自己的师傅 同时也感谢刀狼对自己当时的帮助 如果没有这个师傅的出现 他想要在短短三年的时间里参与传调运火炬这一流程 是云朵绝对做不到的 毕竟他的家庭条件非常的普通 背后也没有什么人脉 当年的成蒙愿意和他合作也都是因为刀狼的原因 可后来不知道为何 两人之间的互动直接就几乎为零了 为了能够向所有人证明 自己从来没有在师傅最难过的时候 做出对不起师傅的事情 他在开演唱会的时候也表示 不管是什么时候 刀狼和自己的关系都绝对没有任何的变化 同时也提到了再生父母这几个字 甚至还直接在开演唱会的时候勒撒现场 只不过做出了这一系列行为后 仍然没有什么人愿意买单 反而觉得他背叛师门 不管再怎么狡辩 都没有任何作用 当网友的攻击声越传越烈的时候 10月29日的时候 或许是网上这些声音 真的是让他无法置之不理了 所以他也在账号表示自己从未做过这样的事情 同时还和刀狼进行了相关的协议签署 也获得了版权放的授权许可 不存在所谓的八占版权 看到这则声明的时候 大家才知道之前的这些谣言 其实也是有一些网友故意造谣的 对于他突然更换经纪公司这件事 其实也可能是出于无奈 毕竟他的家庭条件着实不是很好 而且他当时也不知道师傅要什么时候 才可以重出江湖了 你觉得对于他当年选择离开的事情 可以原谅吗 试图反目 刀狼云朵恩怨就个引发热议 云朵 这个曾经被誉为刀狼接班人的歌手 如今却成了忠实之地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 在刀狼重返舞台的时候 云朵不仅没有出现在他的演唱会上 反而在同一时间举办了自己的演唱会 这一举动引起了粉丝们的不满 纷纷指责云朵不懂感恩 甚至有人说他是在蹭热度 事情要从2024年说起 那年刀箱终于结束了长达十年的隐退生涯 重新站上了舞台 让大家意外的是 站在他身边的不是他的徒弟云朵 而是一个叫徐自瑶的年轻人 这下可把粉丝们给整懵了 纷纷猜测是不是云朵得罪了谁 被新人给顶替了 昔日时图情深如今却行头末路 要说刀狼和云朵的渊源 那可真是不浅 2004年 刀狼在一次演出中发现了还是小姑娘的云朵 被他的嗓音所打动 于是他决定收云朵为徒 亲自教导他唱歌 在刀狼的悉心栽培下 云朵很快就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歌手 还获得了不少奖项 那时候 刀狼和云朵的关系可以说是一事一有 他们经常一起登台演出 刀狼还为云朵创作了不少歌曲 每次提到云朵 刀狼都是一脸骄傲 仿佛在说 看 这就是我的接班人 可是 好景不长 2014年 刀狼突然宣布推出娱乐圈 当时 大家都以为云朵会接过师傅的一波 继续在音乐的道路上前进 事实却并非如此 云朵举办演唱会引发网友不满 就在刀狼重返舞台的那天 云朵居然也举办了自己的演唱会 这一举动立刻引发了网友们的强烈不满 有人说 云朵这是在蹭热度吧 刀狼好不容易回来了 他不去支持就算了 还要抢风头 还有人更是直接骂到 白眼狼 亏刀狼还那么看重他 真是不知好歹 面对铺天盖地的批评 云朵似乎有些招架不住 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条动态 说自己的演唱会是早就计划好的 并非有意与刀狼的演出撞车 但是 这个解释并没有得到大多数网友的认可 有媒体报道称 云朵的演唱会门票销售情况并不理想 很多座位都是空的 相比之下 刀狼的演唱会却是一票难求 甚至有黄牛把票价炒到了天价 这种强烈的对比更加激化了网友们的情绪 刀狼发声明澄清 师徒关系早已解除 就在舆论风波越演越烈的时候 刀狼终于发声了 他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自己与云朵的师徒关系早在2014年就已经解除了 这个消息无疑是给这场风波浇了一盆冷水 刀狼在声明中写道 我和云朵的师徒缘分已经尽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我尊重他的决定 希望大家不要再纠缠这个话题 给彼此一些空间 这份声明一出 网上的平门顿时变得五花八门 有人说 原来是这样啊 难怪云朵不去支持刀狼 也有人仍然不依不饶 就算解除了师徒关系 也不能这么不懂事吧 还有人感叹 看来娱乐圈的关系真是复杂 谁知道背后发生了什么 音乐圈的残酷现实人走茶凉成常态 其实 仔细想想 刀狼和云朵的这段恩怨 也不过是娱乐圈的一个缩影罢了 在这个名利场中 人走茶凉似乎已经成了常态 多少曾经的亲密搭档 最后却行头末路 多少昔日的师徒挚友 到头来反目成仇 有业内人士分析说 在娱乐圈 利益关系往往大于感情 刀狼退出乐坛这么多年 云朵肯定也要为自己的发展考虑 他可能觉得 继续和刀狼绑在一起 反而会限制自己的发展 这种说法虽然有些冷酷 但也不无道理 毕竟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 谁也不知道下一个热门话题会是什么 下一个爆红的歌手又会是谁 如果总是活在别人的光环下 又怎么能闯出自己的一片天的呢 观众的期待与现实的落差 说实话 作为一个普通的音乐爱好者 我对这件事也是感慨良多 刀狼的歌陪伴了我们很多人的青春 而云朵曾经被视为他的接班人 我们对他也寄予了很高的期望 可是现实却给了我们一记响亮的耳光 提醒我们娱乐圈的关系 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也许 我们不应该对一人的私人关系抱有太多期待 他们在台上唱着动人的歌曲 台下却可能有着说不清到不明的恩怨情仇 我们能做的 也许就是欣赏他们的作品 而不是过多地去猜测他们的私生活 云朵与刀狼 破裂的师徒情背后的故事 1.隐言 1.1刀狼重返舞台的期待 刀狼 这个在华语乐坛曾经掀起过巨大波澜的名字 沉寂多年之后 终于要重返舞台了 这一消息让众多歌迷兴奋不已 大家都期待着能再次看到刀狼在舞台上的风采 而且啊 大家都知道刀狼有个爱图叫云朵 很多人都满心期待着这次能看到师徒二人同台表演呢 1.2意想不到的同台对象 徐子瑶而非云朵 当舞台的大幕拉开 灯光聚焦在舞台上的时候 大家却惊讶地发现 站在刀狼旁边的不是云朵 而是一个叫徐子瑶的人 台下的观众们面面相觑 脸上满是疑惑 原本都准备好了为师徒同台欢呼的观众 一下子就愣住了 这和他们想象中的场景完全不一样啊 1.3观众初期的疑惑与猜测 哎 怎么不是云朵呢 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皱着眉头 眼镜紧紧盯着舞台 嘴里嘟囔着 旁边的一位大姐也附和着说 是啊 不是都说云朵是刀狼的徒弟吗 这咋回事呢 观众们开始在台下小声地议论起来 各种猜测都有 有人说是不是云朵临时有事来不了了 也有人觉得这里面肯定有什么别的原因 2.云朵与刀狼关系揭秘 2.1观众对云朵的同情与猜测 一开始啊 很多观众都还挺同情云朵的 觉得是不是刀狼这边有什么安排 才没让云朵上台 毕竟云朵在大家的印象里 一直是那个有着天籁之音 跟在刀狼身边虚心学习的好徒弟 大家就在那猜啊 是不是云朵背什么事情耽搁了 或者是刀狼想给大家一个惊喜 后面再让云朵出场呢 2.2真相浮出水面 云朵与刀狼关系早已破裂 可是啊 随着一些消息慢慢传开 大家才知道 原来云朵和刀狼的关系早就破裂了 这个消息就像一颗炸弹 在歌迷当中炸开了锅 大家都不敢相信 曾经看起来那么和谐的师徒关系 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 2.3云朵在刀狼低谷时的背叛行为 据说啊 在刀狼处于低谷的时候 云朵没有给予师傅应有的支持 那时候刀狼面临着很多的压力 来自外界的各种质疑和批评不断 而云朵呢 就像消失了一样 没有站出来为师傅说过一句话 也没有在行动上给予任何的帮助 这让很多刀狼的粉丝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2.4刀狼复出 云朵趁机开演唱会的举动 更让大家生气的是 当刀狼复出的时候 云朵居然趁机开启了自己的演唱会 这在很多人看来 就是在利用刀狼复出带来的热度 有个老歌迷气愤地说 这云朵也太不地道了 师傅复出这么大的事儿 他不但不帮忙 还自己开演唱会曾热度 哪有这样的徒弟啊